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山泉与土壤间的温差 使水稻能在秋日暖阳下生成更多的葡萄糖 进而转化出更多淀粉存藏于饮壳中 小枫村冷水稻比一般水稻多生长二十天左右 稻谷中淀粉的含量更高 口感也更香甜 秋天越过昼夜平分的节点 为这里披上一层金色的铠甲 所有的稻业倾尽全力 与阳光换取能量 充盈它们的种子 秋风一起 风收畜牧被拉开 割稻子是小枫村每年秋收的重头戏 冷水稻的亩产量在八百斤左右 一年只能收一季 这起珍贵的稻谷牵动着整个村落的期待 地处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小枫村 受季风环流和地形的影响 形成暖热湿润的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是水稻生长的乐园 在新收的稻米中 村民会挑选出一批颗粒饱满的糯米 用来酿造糯米酒 以答谢自然 馈赠了一年的风调雨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数千年以来 人与土地之间的深情从未改变 早在唐宋时期 小枫村就是敏干关道中的重要枢纽 往来南北的物种和精耕细缩的技术 都曾在此汇聚 成就了这里农耕文化的发展 如今 小枫村仍以最质朴的方式 与自然和谐相处 小枫村仍以新做的米酒庆祝丰收 农忙接近尾声 人们以新做的米酒庆祝丰收 谈年景 话收成 共同期待下一个丰收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